7月7日,2020年全国统一高考正式开考 随之出炉的语文作文题目也备受关注 对此,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认为 2020年全国高考语文作文命题形式基本延续了往年风格 在命题内容上,很多题目围绕社会实际展开 全国新高考一卷作文试题中 请考生结合疫情下百姓居家办公 保持社交距离和医护人员、志愿者等投身一线的情况 以疫情中的距离与联系为主题完成作文 天津卷同样在作文材料中 以疫情期间的医务人员和快递小哥等人物为引导 请学生书写对中国面孔的思考和感悟 楚昭辉表示,这些围绕社会热点展开的题目 从个体角度入手命题 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对当下社会和生活的感知能力 相对来说对生活的感知能力考察 比过去的比重有所提高 比如这个全国新高考的一传和天津诗传当中 在讲到这个新冠疫情的时候 都涉及到具体的人物 比方讲外卖的小哥 快递小哥 志愿者这样一些具体的生活角色 显示出这个写作作文的时候 要有自己的亲身感受 这种亲身的感受应该是具体的 不是抽象的 从这些具体的点切入 更符合实际 也能写出真实的体验 学生生于生活 生于社会 多多地去体验 多多去感受 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更有生命力 全国新高考二卷要求学生 以电视节目主持人身份 完成一篇主持词 全国三卷要求学生 以如何为自己画好相位主题 为即将入学的高一新生写封信 对于发言稿 书信等应用类的命题 楚昭辉表示 这要求考生能够在实际情境下 灵活运用语言 很多人写作文是没有把自己放进去 就把别人的文字搬个地方了 这些方式主要是考虑到实际的运用 因为在现实当中 很多时候并不是要你写一篇作文 要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情境下 去使用你的语言表达 比方向这个全国新高考的二卷 特别是强调要切合身份 这一点我觉得在过去 可能很少在作文的命题当中 提出这样一些要求 事实上是要求这个作文 是要把自己放进去 灵活使用你的语言组织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